歡迎來到鬼影堆堆堆 大便一大堆 一大堆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發生在內湖地區的一個攝影棚 因為很多的男藝人來這邊錄影 結果全身腰痠背痛 因為傳說這裡曾經住了一位 美若天仙的少女 不知道為什麼 被退婚了50次以上 即使變成鬼 她也不放棄地要找她的如意郎君 她的難過 她的難過 布君 你在哪裡 布君 光光 什麼鬼影 當然喔 我已經穿好嫁衣了 好啦 可以娶我了 可以了 沒有人要娶 不好意思 這位鬼心娘姐姐 是 你好 你好 我看到妳之後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妳被退婚50次 其實一百次 這位先生您有所不知 我是大便一大堆 一大堆 小女原本住在江華的湖邊 家中有屋又有田 生活樂無邊 誰知道那梁鶴群 她滿恨不講理 她躲我大屋 葬我田 我老娘跟她來翻臉 反被她一棒打 在路邊 好 好 好 秋生 夏蓮 你回來 好嗎 要演多久 而且剛剛那個都市傳說 怎麼有美若天籤的少女 應該是妳傳的吧 沒有 我 這事實啊 我在當年是很漂亮 而且我已經沒了一百年 真的喔 對 我第一次看到有主持人 可以把鬼心娘請出來參加節目 參加這個節目 您是第一個 不是 而且妳還常常穿這個 但我們今天的來賓說 他們上次來的時候 也看到妳穿鬼心娘 因為我們今天有鬼王嘛 要硬頸嘛 對不對 到底要不要錄影 要錄影 趕快錄一錄 您剛剛收了我的紅包 錄完要不要 沒有收 沒有人收 你只要一拿 沒有 沒有 不要 因為一拿 馬上旁邊的人就會說 姑爺 姑爺你來了 快點啦 姑爺 沒有人收 不需要 要不要錄影 製作人說 有錢也不收 我這麼愛賺的 我都不敢收 製作人說要錄影完 一個紅包袋換五百塊 歡迎收看 百變製作心 一 起 動 鬧 心 前面呢 對我們胡鬧三世 因為我們是職業挑戰賽 什麼職業 今天是法師嗎 不是 不是 哪有命理師好不好 什麼職業 沒有 對 我們邀請到擁有好聲音 還有好創意 我們的Podcast的主持人們 對 而且我跟你講 今年2024的廣播金鐘 他們把Podcast也列入 這個評分的項目裡面 一時俱進 對 你會突然發現 因為Podcast裡面有很多好 廣播金鐘 趕快歡迎他們 首先呢 創意敘事家 歡迎文明哥 文明哥 文明哥 好 還有我們這一次的廣播金鐘 UP LAYA 以及 SUSU 來 LAYA 在我們節目 對 那對面呢 金牌說熟路人 關韶文 還有懶人媽媽 對 也有入圍這次的廣播金鐘 兒童節目 恭喜大家 還有LIVI 還有LIVI 換最故事啊 對 他一副就是想犯罪的樣子 他在這個準備腳本優待跟我討論 他怕我引起大家犯罪 我有很多故事的想法 你的確會引起大家犯罪 真的嗎 我剛剛一切 而且你會有血光之戰 什麼意思 追著你打 沒有 我還是要問一下 文明哥 因為你平常 你其實算是長青術 從綜藝節目 而且你那些靈異的故事 它登的都是寶耶 對 沒有 那是你們客氣 我說真的就是 當初那個團隊來找我做的時候 他講完以後 我還跟團隊說 我說你知道我很老嗎 他說知道啊 我說誰要聽一個老頭子在那邊講 有的沒有的 那他們願意我才去做 是 而且我做的時間很短 就時間很短 我才知道說大概是一個什麼東西 就今天在座都是我的前輩 對 Podcast的前輩 是 是 是 那跟上節目有些什麼不一樣 很不一樣 其實上節目我認真講 上節目你還是會有一些 還有一把尺在心裡面 對 你會知道什麼東西能講 什麼東西不能講 因為你在現場 對 因為你在現場 你即便知道製作單位一定會剪 可是你都不想要做出這種 讓你事後去剪這麼不專業的行為 可是Podcast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太爽 它真的就像我私底下在講話 我也沒在管什麼髒話 我也沒有在管什麼語助詞 沒有 對我來講是很自然的 是 就很做自己 而且在那個小空間裡面 你會越講越放鬆 是 放鬆 整個放鬆 到底跟錄影是完全不一樣 錄影都要穿著人舞人流 設斗這個呢 沒有 我常常錄內 要穿著像鬼新娘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不需要嘛 穿著內褲也可以錄啊 抓抓羊啊 然後抓抓頭 都OK的 他穿內褲錄 可以嗎 想看嗎 先不要 先不要 你穿到內褲給我好了 先不要 先不要 對 而且在講這個時候旁邊 拉雅跟松松有一點緊張 他們是少年節目講嘛 對… 你們是講偏自然嗎 還是… 對 自然環境 我覺得自然生態要做 Podcast比較難 因為以前我們看影像啊 我們可以看到 黑鮪魚長什麼樣子 因為它這個只能用口述的嘛 對 所以少了一個媒介就更難 你說植物 那葉子可能都好幾個 都長得差不多 對 圓的天的 對 你怎麼要用聲音 讓我去理解這樣 我們通常就是會說 那大家就是描述了一遍之後說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IG上面 看我們的照片 對… 我覺得現在他們有興趣嘛 然後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話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IG上面 Podcast叫什麼名字呢 可以跟大家宣傳 就決定是你的 松松 好… 對 因為我是訓練師 然後她是我的… 寶可夢 寶可夢 她們都說我設定是這樣啦 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她是你訓練出來的 對不對 對… 她只做了幾年啊 一年多 一年多 一年多其實可以入圍很厲害 很厲害 很強 大家喜歡可以找來聽聽 就決定是你的 松松 那我們這邊金牌說書人 曉雯自己也有節目 我們節目其實做了三年的時間了 然後我們今年也有報名 我就想說 怎麼會沒有入圍 來看一下今天到底是誰入圍 誰啊 就知識人啊 她的是兒童節目啊 對 她們真的很厲害 你的是兒童嗎 我們是盡量會聊一些 很想而知難度 你要找不是懶了媽媽 你要找黃皓萍跟劉宇珊 她們也有入圍 對 她們也有入圍嘛 對啊 我們其實有很多媽媽來聊媽媽經 例如說懷孕的故事 或是要怎麼當媽媽 然後還有很多創業家 會來分享她們的創業的故事這樣子 懷孕的故事 還是怎麼懷孕的故事 都有都有 懷孕的過程跟透過什麼產品 有加分都會有收錢這樣子 有加分 對 你是說 因為真的有很多人 有啊 有啊 因為以前我們年輕 就覺得想先以工作為主 很多女生 大概過了30歲以後 就開始在緊張了 真的 你到那時候 你想生會生不出來 鬼新娘會緊張嗎 我不會 因為我會關中產子啊 你知道 底音節以前有演 在烏冬菜湯 那懶人呢 懶人是兒童節目 我是做兒童原創內容的故事 然後有包括國際新聞 然後在地的內容 然後還有一些小朋友投書 然後把小朋友的投書 再做成故事這樣子的原創內容 可是當初 當初怎麼會想到這麼正面的 因為這種我們都想不到 對啊 我只能說就是 因為要有 因為每天都要跟小孩講話 然後就想說 既然我都跟你說話了 我也不想要一直重複的說 那不如我就把它利用雲端的空間 真的耶 然後沒事的時候就播 這樣我有時候想休息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比如說要哄小孩睡覺 你要講個床編故事 如果你把它錄下來了 這不就是節目了嗎 對啊 小梁哥現在還會講床編故事 床編一些鬼故事 那他會趕快就睡著 兩輩一蓋趕快就睡 我可以問一下莉莉 有沒有什麼素材可以提供給你 床編故事 我覺得孩子的教育及早 就聽一下犯罪故事告訴他們 就是要怎麼樣保護自己的社會安全 那當初怎麼會想要做犯罪故事 不要吵 沒有 一剛開始只是 對社會議題跟這種 有人死掉的故事 比較感興趣 對 興趣 之前那個誰 也是都聊一些殺人犯的故事 Ruby 而且小梁你不要看 他研究罪犯這件事 美國是 美國的心理學家做過 重刑犯的研究 發洩在人口結構裡面 因為我們的素材也多 而且我們的想法 也比較沒有犯規 就藝術家 我跟有一些重刑犯 他把殺人當作一門藝術 會 對 其實是真的會這樣 所以看到你這一套 其實我們都很講犯罪 真的 確定 不是 不是那種犯罪 好 那我們今天兩隊來比拚呢 獲勝的隊伍都有機會 可以得到 10萬元高級家電喔 馬上進入我們的資格賽 職業挑戰賽之 討厭對決 變變變 這個可以看英文字母的提示 在哪裡 它是一棟建築物 對 三窗 對 三窗只有兩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喔 三窗 光畫商場吧 好 光畫 現在不叫光畫商場 現在不叫光畫商 公司光畫商場 一直是我 三窗 尤其是那座橋 我們都在橋的下面地下室 裡面有 挖不完的寶藏 什麼 現在都上電腦 誰要去那裡啊 太誇張了 還要考慮大家 都是生活觀察家 對啊 你看犯罪故事 要不要找資料 真的 而且我覺得 你錄了Podcast之後 你有時候坐捷運 你會去看一下 人家有沒有在聽你的節目 對啊 他們自然科學也是啊 在捷運上也可以看到 很多自然科學啊 沒有 我猜到什麼程度呢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去哪裡聽Podcast 他的手機 裡面就有了 我手機沒有啊 你這是iPhone嗎 我不是iPhone啊 iPhone有啊 我不是iPhone 我是Android的手機啊 也有啊 也有 另外一個 Google 有這個 有有 有這個 我們等一下 麻煩松松跟Laya 幫我們惟民哥找一下 那你的節目叫 惟... 我不知道耶 惟民有約啦 什麼叫 惟民有約 惟民有約 加一個也 那接著一集收看的朋友們 可以上去搜尋 是 那我們生活觀察家 待會兒聽到請搶答 才可以按鈴 那首先呢 是我們的惟民哥 對上關關 生活觀察家 請出題 好 這個是一個集團 或是它有一個 像我們在做自媒體的時候 會常運用到的 好 請搶答 還有關關 那個CS吧 就是正成廣播的那個集團 CS 對 CS 這兩個字 對 對 恭喜答對 正成集團 而且在台灣生根很久了 1959年的時候成立 大概民國48年 那其實它在最近的一些自媒體 或者是Podcast上面 它都有大量的贊助 有它大量贊助 很多麥克風啊 對 因為它就是要讓大家去推廣 大家多多運用 因為現在其實人人都可以是媒體人 對 好 接下來第二題呢 ZLAYA對上懶人媽媽 下一題請出題 這看起來其實是一個行動字幕的 等一下喔 不要緊張喔 這六個是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 在國外很好用 好 請搶答 懶人媽媽 PayPal 7A YPAL PayPal PayPal 這個答案 對 對 恭喜答對 耶 有沒有想到 對 對 像我們 我們是不是 如果Podcast要綁這個的帳號 有嗎 不一定 就是收益進來的話 看用哪一個平台 有 PayPal是其中一個平台 可能有一些可以用PayPal 然後有一些可以用Podcast自己的 就是有人如果要抖內 或者是有業配的話 就是綁這個帳號 因為大家應該會常用 好 來 再來第三題 換Lily對鬆鬆 不好意思 插播一下 我們金台說書人這邊已經兩分了 對 那這一邊不知道在幹什麼 沒有分 他們有一個隊友 連Podcast要什麼聽東西 都不知道 好 對 你們第一題那什麼公司 我說 CF CF不是我們打那種 拚拚拚的頭嗎 對 這個是實境的電玩 對 CF廣播 好 好 那現在鬆鬆對Lily 下一題請出題 這一個APP應該大家手機都有吧 一個英文字母 請搶答 Lily KK了 那一個英文字母是什麼 K K 這個答案對不對 恭喜答對 狂藝世世家要加油了 好 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下一題請出題 這個可以看英文字母的提示 在台北市 請搶答 維銘哥 那個 我住在新北 你要買設備啊 我要買設備 買設備 對 在哪裡 它是一棟建築物 它是用建築物 對 101吧 三創 三創 對 三創只有兩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三創 它三創叫三創園區對不對 光華商場吧 好 靠藥 現在不叫光華商場 現在不叫光華商場 三創跟香港世貌 三創什麼東西 其實光華商場的意思是 我懷念的地方 三創生活 他生活 三創生活 三創生活 這四個字 對不對 恭喜答對 好厲害 漂亮 好厲害 厲害 不會是在光華商場長大的人 對 沒有 你也是嗎 我是 你也是嗎 我懷念那個地方 尤其是那一座橋 我們都在橋的下面地下室 裡面有挖不完的寶藏 什麼 現在都上電腦 誰要去那裡啊 有一些很棒的影音作品 還有書籍 沒有人去那裡 現在除非比方說像前一陣子 向澤南退休 我們才會去買今天專輯 要不要誰要去那裡啊 對 他從小的藝術天分 都在那邊 都是在那裡 那你給我多少的養分 真的 沒有他 沒有今天的我 那你以前是不是 碰過中華商場的那個 沒有 有一個導演爸爸有壓力 要去那邊找影音來看 對 稍微紓壓一下 對 紓壓一下 好 終於破蛋了 看我們三創生活 但是三創生活 跟光華商場是不一樣嗎 他現在還是兩棟嘛 不一樣 對 三創生活 然後旁邊有個新光華商場 對 外國朋友很喜歡去那邊 因為我們台灣3C的產品 價格沒有那麼高 對 比要平易近人 所以他們來都會去那裡挖寶 沒錯 好的 那我們再換下一題 好 拉雅隊懶人媽媽 好的 下一題請出題 這個是在網頁版才會出現的 那那個功能是什麼呢 兩個字中文字 請搶答 好 來 拉雅 等一下 手頁搜尋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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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這兩個字 是探索嗎 對 恭喜答對 謝謝 他有中文嗎 他不是說是英文的嗎 他這個是網頁版 比較容易看得到 對 他會按照你平常的使用 譬如說你都看 可能你都看小朋友 或者是看寵物 然後他會幫你搜尋 跟你興趣相近的那些創作者 好恐怖 你不覺得這種搜尋很恐怖吧 大數據 你老實在比方說 老實在想說摩托車 然後你等一下手機拿起來 就一堆摩托車 有 有 有 就這樣 以前還是說 比如說你查一些什麼訂房網站 然後你那 臉書就會出來一些 訂房網站的廣告 對 現在你是講話 我比如說我跟太太在聊說 幾月幾號要不要出去哪裡玩 然後你等一下搜尋就有了 對 他有時候 有人之前就懷疑說 他會不會偷錄音 對啦 他那個大數據你一聊什麼 他馬上就會出現 我現在懷疑他不只會偷錄音 他甚至把你的命都給改了 在監控你 就是命運規劃局這種概念 在監控你 其實聽在莉莉的耳裡 他覺得是有可能 對不對 我有在寫腳本 很多事都有陰謀論的 就光明慧 光明慧 恭喜你 那我們這一個回合 敘事加是2分 說書人是3分 恭喜說書人獲勝 恭喜 我們再有優心的答題拳 一起進入職業挑戰賽之 好 平常大家錄音的時候 就要蒐集一些素材 對不對 大家最常搭稱的就是 大眾運輸系統 對啊 公車或捷運 其實很好搜尋素材 或者是等車的過程當中也是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大眾交通工具上 令人惱怒的事 哇 很多 很好發揮 很好發揮 兩邊各有一次的Double卡 使用機會 你可以使用Double 但如果你選到的是0分 Double 那就沒用了 哇 先搶個50分的來 先把那個第一名第二名的 先把它弄掉 我覺得最生氣的是什麼 然後你用Double 把一Double 50變140變80 對方就下車了 生氣是很多 很多 很多要講 最氣 講一個最氣 看影片不戴耳機嗎 我覺得它有一種是那種 就是上下車一直推 那個超煩 尤其是那種中校復興 或台北車站 對… 準運站的時候準運站 當日本在做你知道嗎 對 對 你們講了兩三個答案 要選一個 選一個 我們先用力推好了 用力推 太推擠了 這個真的很煩 肢體都碰不到 我們這個直接用Double卡 Double卡 用力推擠 一次領先 好不好 上下車的時候一直在推擠 不管是用手 用包包 用雨傘 身體 用胸部 胸部沒辦法做錯 有的 胸部就這樣了吧 他們就沒辦法這樣使用 對啊 他們比較羨慕 而且那不一定會令人腦霧 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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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用力推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Double卡 恭喜Double卡 我們這次 12.6耶 50倍100公尺 對 因為其實用力推 除了跟人家肢體碰觸 人家不舒服之外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下一站或下兩站就下車 對 還是準備 他就不往裡面走 他就一直要擠在門口 對 然後有的是他背著背包 他真的會用撞的 對 因為他覺得他講不好意思 沒有人理他 有感覺下 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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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可能直接雨傘就拿起來 就沒有 對 其實有時候常常有糾紛 都是因為推擠招致 對 好的 恭喜你們拿到100分 恭喜 趕快再想下一個 好 100分沒什麼了不起 我們馬上就在 我們有200分的分享 200分 沒有 不好意思沒有200分 那我覺得應該是 我很討厭很臭 其實他們剛剛講得好幾 對 他們講得好多 很臭 尤其是在很擠的時候 味道 因為疫情之後 我覺得這個改很多 什麼腳臭胡臭 很有夏天的時候 或者是四五點 那個學生放學的時候 很臭 有一些臭男生 打了一天的籃球有沒有 他也來做啦 對不對 而且他身上都還是濕的 然後夏天穿天球 有的時候這樣碰到 你覺得 你好 好 好 異位 有異位 異位 那請問有要用嗎 有雙胞胞胞 他們用我們也用 但用啊 對啊 他們說贏 他有用雙胞胞 請問這個答案 有沒有 有異位 坐節日被偷拍令人怒 誇大其詞更令笑良氣 有 有一個我覺得 應該是光光也會滿有感的 就是 你有被 就是他可能 他可能沒有二度 沒有 我不能被偷拍嗎 他好像也在穿成短 我說你會很難過嗎 我還入座有的人偷拍 他還私訊問是不是你對不對 他直接上傳到他的IG 坐捷運好像遇到藝人 不知道是張文綺還是葉心梅 然後代表我們兩個 真的喔 真的 對啊 但我覺得還合理 他如果說不知道是葉心梅 還是什麼梁詠祺 那我們就審議 異位 有異位 有異位 他們用我們也用 但用啊 用啊 來啊 說贏 他有用雙卡喔 請問這個答案 有沒有 有異位 恭喜第三名 有異位 40變80 一定有異位 臭的放屁嘛 糊臭嘛 它的臭味還有口臭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男生 他比較高 他如果有口臭 那味道會傳下來 那還有香味特別 你沒有 還有有的男生那個腳很臭 他是臭到那種穿高筒鞋 你都可以聞到那種 有沒有 尤其下雨天 下雨天之後 我的天啊 我有一次轉運站 我拿那個鹹茶 可是我沒有 我已經有風景了 但那個味道 連我自己都聞到了 害我也很不好意思 好 恭喜你們80分 80分 YES 再想下一個 差20分 第二名的40分 我可以拿到多少 他們也不傻 也追上來 對啊 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也非常討厭 什麼 就是有很多人 他們都沒有留意 剛剛我們講的是身體的空間 但我覺得聲音的空間 我也很受不了 就是大聲講話 大聲喧嘩 這個我自己超討厭的 有的 好 然後戴那種無線耳機 眉連道藍牙 或者有的是眉連道 他以為他聽到 越開越大聲 全身都要聽的 還有跟著唱的 你們有遇過嗎 對不對 還有講電話的 客運 那種有經過高速公路都很安靜 每次要到站的時候 就有前面阿伯 然後上電話 喂 三個分鐘 什麼 你說什麼 你等一下 聽不懂 他還按擴音 大家一起聽 好 我要到了 然後就跟各位誰 叫誰來知道 好 超大聲的 對啊 都是這種 就是一些噪音太大聲的 噪音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第二名 哇 沒有帶耳機 什麼帶耳機 看影片不關的 講話太大聲了 那對面還要玩嗎 要 還有啦 還有機會 還有嗎 還有啊 他們還有啊 又加了40分上去 140分 好 好了 我們來看看他們還有 來 還有 還有 文明也有 沒有想好 逼人讓座 對 正義模仁 這怎麼樣 正義模仁 前一陣子嘛 那個 我愛做之亂 對 新聞話題 就有人站在你前面 壞人變老了 壞人變老了 老人變壞了 都有 對 就到底要不要讓嘛 對不對 有時候不好意思 但是又覺得我也很累啊 對啊 對啊 上一天班 我還有在Podcast上面看過一個 就是有一個自由座嘛 媽媽 小孩就可能擺在另外一個位置上 對 後面可能就有長者說 你那小孩你可以抱在手上啊 那個位置不就可以讓我坐嗎 讓人別人 對啊 對啊 就是這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的時候是長者本身 然後有的時候是旁邊的路人 對 就是說 小姐 小姐 你沒看到那裡 你沒看到那裡有老人家嗎 哪裡 哪裡 小姐 不要裝了 對啊 這種都有啦 對啊 怎麼解決 其實沒什麼好解決 大家就忍一忍 因為過兩年 這些老人就走了 對 那過兩年我也老了 對 對 好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正義模仁 這個答案 有沒有 各位是第八名啦 第八名是第四名啦 沒有 還是有 留給需要的人啦 對 要做溝通啦 而且有重總比沒重好 萬一他講一個沒有 哇 那分數越差越大 現在也是入後三十分 這一集就會是你們節目裡 有史以來兩邊來賓 分數最爆的一次 都很高 對 分數上下 最後就第二集來決勝負 第三集決勝負 就做成袋裝 我怎麼會這樣 他有事情耶 他有什麼 錄了三集以後 最後決定兩邊開民宿 然後又拉到宜蘭 不需要 那是實境節目 你們現在收視率第一名 就要衝一下 要衝 要衝 因為抑制跟實境節目 是同一個項目 對 對 對 是OK 那再想一下 好 來 還有 OK 有 我們就真的是教練項目 有 有一個我覺得 應該是觀光也會滿有感的 就是投拍照 蛤 你有被 就是他可能 他可能沒有二位 他可能會偷拍嗎 他有時候也會穿很短啊 我說你會很難過啊 不會 我也有耶 有時候坐捷運的時候 那個人就拍我 然後他還來就是 發現狀還輸出你 輸出你貼給我看說 請問這是你嗎 不然是誰 我剛剛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古廷捷運站有看過你 看過我 你看我是不是就是坐捷運的人 對 他真的 就是有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惡意 但是你這樣拍就會不舒服 是不是 就很明顯 而且我遇過有的人偷拍 他還私訊問是不是你對不對 他直接上傳到他的IG 然後take我 真的 所以他遇到我 因為通常我們 那他take你他有音樂嗎 沒有 他的眼光 你說 他take我 他的文字說 在捷運 坐捷運好像遇到藝人 不知道是張文綺還是葉心梅 然後take我們兩個 真的喔 那個人數點很快 但這我覺得還合理 張文綺會生氣 對 他如果說不知道是葉心梅 還是什麼梁詠祺 那我們就生氣了 就生氣了 OK啦 香港的偷拍 有兩種偷拍 都是偷拍啦 偷拍別人群體的偷拍 跟偷拍公眾人物的偷拍 反正偷拍就是偷拍啦 偷拍就是不對啦 偷拍也不對 偷拍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第七名 偷吃豆腐或者是 偷吃豆腐也會啊 故意靠得很近有沒有 人對我就算了 假裝睡早 那麼對 假裝睡早也會 對 然後還真的 然後就衝你胸出這樣 之前就是有一個還沒偷拍 結果在那個捷運的反射 被發射 真的就是直接反射 真的是 就不要這樣做 這不管在哪裡做 都是不對的 恭喜170分 YA 越來越高 怎麼來 嘗一下那個差距 所以怎麼弄 你們差60分囉 焦灼的點在那裡 我跟你講 你們一定 這一個要答對 然後你們要賭下一個 他答不對 沒有問題 那就對了 就這樣 不守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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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譬如說排捷運的時候 現在捷運他會劃線 有時候會有兩排 兩條線 但是其實 他就不排就直接在那邊 然後門一到了他就直接 他又過來了 對 他又過來了 或者是他故意看到說 你站在旁 本來是排裡面那一條 對 然後他故意走到外面的第一個 然後門一打開 他就衝 才會衝第一個 可是我們講交通工具上 要不要講 上面 在車廂裡面發生的 已經坐在裡面了 已經坐在裡面了 沒有吃東西啊 吃東西算嗎 可是因為 因為捷運本來就不能吃了 最常被網友言上的 或者是大家會 衛繪講的一個話題 像是我老婆坐捷運 對 然後他喝水 不行吧 不行 就有人來糾正他 糾正他 可是那個本來就 我們剛剛講正義魔人 不行嘛 對不對 幫我剪掉 剛剛 魏惟風潮的 在 你就做體操 對 做體操 做體操 有一個 就是拿吊環在那邊做體操 對 或是小屁孩在那裡拿 拿那個吊環 那這種行為我們應該算什麼 我們要講一個具體的行為給人家 運動啦 就很多這樣的人啊 對 什麼在車廂裡面開演唱會 我知道 我還有一個我的討厭 不是做體操 是在那邊 放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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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來腳來 有 我還看過一個高中生 跟一個職業婦女 手來腳來 不是 怎麼知道他是高中生 因為我很難得坐捷運 有一次是剛好 那個半夜六七點 要去西門町路 他們倆在車上吃東西 對 我想說 那個 對 他們吃東西 他們互吃 在那個捷運門的那個旁邊 那個角落在那邊 因為一個穿套裝 年紀看起來很大 頭髮很長 一個真的是穿國中運動服 兩個真的抱在那邊互吃 會不會是感情比較好的拇指 我一開始也以為他是拇指 後來想說拇指應該不用嘴對嘴 對 對 我是真的看過 可能那時候有制服 COLPLAY COLPLAY 怎麼制服啊 放閃 手來腳來 手來腳來 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恭喜第五名 有 有 之前有那個新聞標題 什麼北捷放閃活春公 然後什麼高捷少女 什麼外套蓋頭在幹嘛 對… 就是收集幾個關鍵字就可以看到了 對… 我們回去看一下 關心一下社會 可以… 現在的人真的有點誇張 我自己都有一次坐公車都看過一次 我是要下車了 不是難得坐公車 我這樣下車的時候我就先站起來 站起來就會環視一下周邊 是… 我就發現一開始就是我上車的時候 後面有兩個國中生 我要下車的時候才發現那是一男一女 對 為什麼是一男一女呢 因為我只看到這個男的坐在那邊 然後他表情是這樣 前面有椅子擋住嘛 我從那邊看他嘛 椅背 前一排的椅背 對… 旁邊那個女生我看不到 因為旁邊那個女生 他是趴下來 你的腳在外面 我看到那是穿裙子的女生的腿 他幫他綁鞋帶 對… 可能在幫他縫拉鍊之類的 大概是幾路公車 那要去 307 307 那很長耶 這隻車子很多 還不好抓 不是 因為坐太長了 開很久 好 你們的答案是 我們剛才會這樣走 什麼啦 你要去那個女生 因為你們剛才講的 我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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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對不起 什麼 因為我想要 我想說自然公布了 他為什麼還扯了那麼久 不知道你答案是什麼 兩位 恭喜情侶親熱 謝謝 一百三十分 一百三十分 真的換我們了嗎 換你們了 換你們了 還有 現在還有後面有兩個二十分的 我想有一個 我也很覺得霸佔座位 有一些那個 阿公阿嬤買完菜就放在邊 或者是學生的書包 什麼包包 雨傘 這邊有人坐 對 或者他先衝上去放著 然後他的孫子慢慢走上來 或是都坐靠走道 然後裡面的我們都進不去 對啊 請問有人嗎 他說沒有 然後移不起來 對 就霸佔位置是不是 霸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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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恭喜第六位 霸佔位置 完了 對 就一人一個位置很公平 不要亂放 沒錯 對 好的 好 那你這邊是一百九十分 那這個剩下的一個呢 是二十分 剛剛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那我亂猜 那個帶寵物 沒有 不能帶寵物嗎 不是 因為帶寵物 他們有他們的規定 你只要符合規定 其實不會被討厭 對 而且多數人都是喜歡毛小孩的 對 前書雞 有味道的 味道 就是有意味 那就是有意味 對 我們剛才想拆吃東西 那小孩太吵 媽媽不管了 那就是懸垮 那就是第二名 第四名其實就是 被行李跟包包打到 因為他其實他中間 他可能前面都沒有犯錯 但他要走的時候 他不會看後面 被行李飛包 飛包才會容易打到 他這樣飛的時候超容易打到 他要起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這樣子 後面都會被打到 這是臨時的雨傘 對 雨傘的也會 會被戳到這一些 好的 那我們剛剛那一回合 敘事加是一百三十分 是我們待會兒的B組 那說說人是一百九十分 是終局之戰的A組 好 馬上進入職業挑戰賽之 百片終局之戰 新美為美食發揮創意 竟把現場來賓全向來 通常女性排短之前 體溫會上升還是下降 上升 正確 童話綠野仙宗的女主角 叫什麼名字 好樂師 正確 完全成熟的橄欖 通常是什麼顏色的 咖啡色 那完全成熟的橄欖就是 黑色 它吃起來是比較細微的 就很像我們去吃那個 地下鐵 漢堡 吃地下鐵 漢堡堡 漢堡堡 我們讓人家廣告 前廳堡 好 前廳堡 地下鐵 前廳堡 好 好 恭喜金牌說書人 派出的是懶人媽媽 只要你們這一關 你們可以打敗他們兩位 10萬元家電大獎 就是你的了 對 你可以獲得 AI智慧 定基按摩沙發 還有三盤電瓶在前面加 以及50吋4K 以及顯示器 總價值超過10萬元 好 你看也可以坐在 按摩沙發上面錄的Podcast 很需要 多舒服 但是要打敗我們的關主 首先是伊甸市當家主播 廖士祥主播 歡迎 接下來是我們國家高考 美女營養師 方慈生營養師 歡迎 但是我們不會後齒勃迪 對 他們兩位 你只有一位 但是我們這邊有 技能牌要送給你 三選 對 如果你抽到火力加一 你可以選一位你的隊友 跟你一起打體 好 對 有一些時間差就要特別注意 再來呢 如果關鍵10秒 官方的15題會有一個暫停 到時候你可以決定 幫你自己加10秒 延長你的生命 還是扣他們10秒 讓他們死得更快 然後再來呢 關主連打遇到不會的題目 使用這一張卡牌 你的時間就暫停 輪到他們打 他們要答對兩題 好 所以一來一往 幫你節省時間 又消耗了他們的時間 了解 好用 好 那這三個啦 三選一 其實你能拿到的只有一張 想拿到哪一張 關鍵10秒 關鍵10秒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是用秒數來定生死 對 而且因為試想很快 所以你 我想 講清楚 試想答體很快 所以如果你有他當關主 你抽到關主連打不見得是好的 對 就是因為最好的10秒嘛 等於沒3秒而已 對 但他關主連打可能5秒 7秒他就打掉了 是 所以你覺得哪一張是你最想要的呢 這張 確定要不要換 可以換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你還沒抽起來都可以 換這張 好 我要換這張 就是這張 確定了 確定了 阿托利了 真好用的 來… 最實際就是這一張 那一人一題不要搶喔 OK 來賓先打了 準備好了嗎 太緊張了 可以 百變終局之戰 請出題 軟性跟硬性飲料的主要區別是什麼呢 有沒有褶筋 正確 完全成熟的橄欖通常是什麼顏色的 咖啡色 下一題 雞針跟鴨針拿一個鐵的含量比較高 鴨針 正確 卡通愛探險的Dora身邊的小猴子叫什麼呢 Buss 正確 利口酒跟烈酒的差別是會加入什麼調味料 香草 下一題 相傳吳鋼被懲罰在月亮上砍什麼樹 桂樹 正確 樹懶身上長什麼會形成綠色的保護色 綠藏 正確 台語蠔酸秋是指什麼植物 懶人樹 正確 2024年的浪人祭在哪個縣市舉辦 台南 正確 使用相機時常說的ISO值中文是什麼呢 感光程度 正確 時間暫停 好強喔 這邊要請梁老師來分析了 是 有請 目前的戰況很簡單 你看他這邊66秒 這邊59秒 檯面上他贏了7秒 7秒沒有錯 但是你沒有輸 因為你有關鍵10秒 對啊 你可以扣他10秒 好 那等一下下個回合開始 又是他先 是他先 他其實下一個回合開始跑 他等於領先的這7秒就沒用了 對 然後當然又加上前面有你這關鍵10秒 現在其實實際上 他還輸你10秒 那就扣 你要扣他10秒嗎 扣 你們是有可能 大有可能 要扣他10秒 那我們這個官方暫停之後 你要換人嗎 你很強 留著 不要啊 排運好的時候不能換人 對 不用排運再好 怎麼可以換人 可是綠麗 他知道很多犯罪的手法 會不重要嗎 他知道怎麼能幫到錢跟家庭 對啊 媽媽需要錢 好 我剛剛其實少少的錯兩題而已 第一個是 完全成熟的感染 是什麼顏色 其實那完全成熟感染就是 它的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它就是黑色 它吃起來是比較細軟的 就很像我們去吃那個 地下鐵 漢堡 吃地下鐵 漢堡 對 我怕人家廣告 前廳堡 好 前廳堡 地下鐵前廳堡 它不是會有配料 你在那邊選黑的就是 黑橄欖 講清楚 黑黑的橄欖 橄欖 黑黑的橄欖 對 對 然後利口酒跟烈酒 其實就差別在於說 有沒有加糖 因為基本上利口酒 它本來就加了很多香料 跟糖跟調味 但是關鍵是在於糖 當媽之後太少喝了 太少喝了 沒關係 地方媽媽要多喝一點 是 喝一點阿花果汁 對 舒壓 對啊 好 那66秒幫你扣掉10秒 66變56了 好 加油了 你們 加油了 好不好 準備好了嗎 第二回合 請出題 Instagram中的REELS 中文是什麼呢 連續短片 正確 台劇無罪推定 是改編自誰的冤案 許自強 正確 美國的第50個州 是什麼地方 夏威夷 正確 槓子頭可以吃 也可以用來形容 什麼個性的人 就這樣 正確 超級馬利歐當中 馬利歐是哪一個國家的人 義大利 正確 社香是雌性 還是雄性動物的分泌物 雄性 正確 世界上深度最深的河流是哪一條 甘果河 正確 Spotify是來自於北歐 哪一個國家的城市 瑞典 正確 漫畫麻辣教師當中 男主角叫什麼名字 鬼總英籍 正確 哈利波特當中 活地魔的追隨者 統稱叫什麼呢 答題還是PASS PASS 下一題 鞠躬近翠死而後已 指哪一個三國人物 諸葛亮 正確 俗稱的阿摩尼亞 是指哪一種氣體 安氣 正確 泡泡紙的發明 起初是為了製作什麼呢 緩衝 下一題 歐洲的哈布斯堡家族 曾經分裂成幾個王朝 十三個 下一題 羽絨產品可以從哪個係數 來判斷保暖度 紫外線 下一題 江秉仁最早被記錄在 哪一個英國女王院內 哪一個英國女王 瑪麗王后 下一題 中東哪個國家在過去 被西方稱為波斯 柯維特 不是 柯維特 也是 他後面十題都用猜的 他很認真在想 對 很認真在猜 應該是因為後面有一個 好像差一點點卡住了 所以後面就一直連錯這樣子 看一下是 哈利波特他想最久 然後又沒想到 他就一直在想哈利波特 對 哈利波特的追隨者就是 死死人 他好像會吃掉人的靈魂吧 他吃掉我的靈魂了 他吃掉我的靈魂了 真的 沒有在現場還可以做這樣 對 那泡泡紙的發明 其實他要開發壁紙 就是我們在家裡裝潢的那種壁紙 你知道嗎 然後他本來是想要做那種 特殊壁紙 就是一邊是紙 一邊是塑膠材質 他可能是考量到他的耐用性 跟這種防水程度 他就是可能因為那個 黏著劑還是什麼化學原料在調 就發現那個紙一出來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中間多了很多泡泡 一格一格的 就意外產生了泡泡紙 然後就變成一個可能包裝可以用的 對 的用品 我要用泡泡紙來卸 對 那歐洲的哈布斯堡家族 他就是分裂成兩個王朝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西班牙跟奧地帕 他說13個 13個 多了11個 有點多了 有點多了 對 然後羽絨 羽絨產品可以從哪裡看到它的保暖係數 就是它的蓬鬆度 對 但也有人就會很怕 就是羽絨外套不要洗 因為你洗過之後 它那個蓬鬆度會改變 好像就沒有那麼保暖 OK 就是把它自然風乾就好 對 還是非常的可惜 但是真的只差一點點 一度 磁身 磁身 很緊張 對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但是還是要遺憾的宣布 職業挑戰賽A組 挑戰失敗 我們跟B組請就位 B組會做的是鬆鬆 加油了 你有60秒的時間 好 獎品也是有 50吋4K液晶線 夠了 很棒 沒錯 很棒 加油 你哥說夠了 對啊 有在遙控器嗎 有 有 但是遙控器裡面 電池可能要自己買 對 我呢 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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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獲勝 再送你們一條HDMI 延長線 防雷劑 OK HDMI OK 剛好接PS5 OK 所以附送的獎品 怎麼越來越大 HDMI 防雷劑 延長線 延長 是防雷劑的 好 準備好了嗎 一樣是來賓先答 好 好的 B組挑戰賽 請出題 水牛城 正確 早午餐店 拉雅漢堡 來自於哪一個國家 台灣 正確 購買Apple的產品之後 通常會有多久的保固 一年 正確 杜拜是哪一個國家的城市之一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正確 榮樹長出一根根的扶鬚 叫做什麼呢 氣身根 正確 好吃的石花丼 主要原料是什麼 石花菜 正確 哈利波特當中 需要騎掃帚的球賽 叫做什麼 葵蒂奇 正確 鋪倒長城的孟江女 她的姓氏是什麼呢 江 正確 美國的密西西比河 最後流入哪一個海灣 墨西哥灣 正確 JCB是哪個國家的信用卡組織 PASS 下一題 頭髮最主要的成分是什麼物質 腳質 下一題 通常的縫胎是銅卵還是液卵雙生 液卵雙生 正確 海參在遇到危險的時候 會吐出什麼呢 內臟 正確 物體間的正腹電不平衡 會有什麼現象 靜電 正確 非南文化遺址是旧石器時代 還是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正確 冷凍治療是使用什麼物質來治療 液態氮 正確 黑卡是由哪一間 美國金融公司發行 美國暈桶 正確 哪一種常見藥物 被稱為美國仙丹 正確 地核中含量最多的礦石是哪一種 綠 下一題 六道輪迴這個概念 來自於哪個宗教 國教 正確 小說《一天屠龍記》 《紫山龍王》本名是什麼呢 PASS 下一題 十年生死兩茫茫 這句詩詞是蘇氏寫給誰的 PASS 下一題 哪一本史書的創作 是要幫春秋做註解 解釋 好嗎 這句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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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把關主逼到紫聖無雅了 對呀 他已經把關主逼到紫聖無雅了 而且他的秒數後面其實是領先的 而且這連出題目的老師都緊張了一下 對啊 沒關係我們看人家剛剛還有一些題目沒有答對 對啦 那個小說《一天屠龍記》紫山龍王 他是外國人 我只記得是外國人 他是波斯的那個名叫傳聖火的聖女 他是小召的媽媽 小召的媽媽 然後他在中原打扮成老婆婆叫金花婆婆 對 戴琪斯 戴琪斯 他的名字 因為他波斯來的 好洋化喔 對 因為他是名教總壇的波斯 但以前的波斯就是現在的醫療 對 那十年生死兩茫茫呢 是書是寫給他老婆的 對 因為他的妻子 其實在十六歲就跟他認識 然後兩個人其實是很恩愛的 可是他其實大概二十七歲就走了 對 然後太早離開他了 所以他就思念他的妻子 對 那如果要幫春秋做註解的 就是左傳 左傳 差一點點啦 後來他前面答得很好 而且我 就是後面這幾題而已 對啊 他剛剛還跟他們兩個講 學長好學姐 學長是很大的 對啊 你手下勇氣一下 對 但是你知道嗎 JCB他不知道我嚇到 對 JCB就是日本的信用卡 對 對 太緊張了 我們打PASS給他贏 來不及他已經PASS了 來不及PASS了 但很果決 不會就PASS 不要浪費時間 第一個來不及想我就先PASS 真的表現得很好 差五秒而已 這一次你看 大家答題都答題都非常激烈 非常認真 那最後這個時間 是不是要把自己的作品 跟大家宣傳一下 對啊 可以 因為有的還有 你看 已經入圍了 講座的一個鼓勵 像譬如說 我們的懶人媽媽 你的節目是 懶人媽媽說故事 對 還有入圍今年 廣播金鐘的兒童節目獎 對 兒童節目獎 那少汶呢 我是沒有入圍的 沒有入圍 但是能氣很高 是 您的節目是 每個禮拜一早上六點 會在各大Podcast平台播出 叫做負能量週記 對 如果有時候有些陰暗面 想要發現的 可以嘲笑我們的莉莉 妳的節目是 我是沒有報名的 叫她說犯罪 女顧的她 下次嘗試報名開始 你要報名 可以報兒少 有知名 喂 有知名 我預防犯罪啊 預防犯罪 預防犯罪是兒少 對啊 有知名度嘛 然後還有就到一個小時過 你想起來你節目名稱了嗎 叫 文明也有約 文明也有約 對 至於說在哪裡看 哪裡聽什麼 我真不知道 各大Podcast 可以收學一下 收學一下 還有我們今年也有入圍 上年節目的你們是 就決定是你了 鬆鬆 就決定是你的鬆鬆 我們討論一些 自然科學的一些嘗試 聽他就對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媒體 非常的多元 不管你是要看YT 還是看電視 甚至是聽Podcast 通通都可以 是的 今天謝謝我們兩位關主 幫我們手握起來 謝謝 你要選他們嗎 對 你們可以瞪他們 我們可以瞪他們 瞪他們 但是要謝謝兩隊熱情的參與 還有我們民情的收看 我們改變製作心 一起套上去 一起見 拜拜